发生于一周前,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25岁非洲一男子瓦尔克遭警察枪击身亡的事件,目前仍在持续发酵。 当地时间3号,阿克伦市政府和警方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,发布事发时警方执法纪录仪记录下的视频,现场画面惨不忍睹。 阿克伦市警方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多段警方执法视频,事件发生在6月27号凌晨,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多名警察下车追捕汽车逃走的瓦尔克,随后警方向他乱枪射击,现场枪声不断,瓦尔克当场死亡,而当时开枪的警察达到8人。 警察局长麦利特表示,法医确定瓦尔克身上有大约60处伤口,但实际开枪次数尚未确定。 警察局长在发布会上承认,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。 警方称,在追捕过程中,警察听到有枪声从瓦尔克的车中传来,事后在瓦尔克的汽车里也发现了一把枪。 阿克伦市警方还表示,8名涉事警察目前已被暂停职务接受调查。 警方将在一周内发布与枪击事件相关的所有视频,并请俄亥俄州刑事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。 在调查完成之前,警方不会做出对涉事警察的处理决定。 枪击事件发生后,阿克伦市取消了原定庆祝7月4号独立日的活动。 当地民众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和集会,抗议警察暴力执法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